台银新阳江贾西亚 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林岳府台北报道 上期唯一无缘季后赛的台银 今日在新赛季首阵靠着新阳江贾西亚 全场夺得26分 搭配老将陈胜祥下半场进仗11分 且包括两人在内 台银团队共五人得分上装 惊喜以81比67击退图圆取得开门红 台银本系由总教练为陈明领军 他也决定为球队注入活水 招来新面孔208公分能力能外的贾西亚 这位养助人上半场独拿16分 加上蒲原前两节发生12次失误 台银以40比34领先 一篮后 蒲原靠着李其伟在三分线开火 一度追至一分落后 但贾西亚又单节8分进仗 帅队带着双位数领先进入末节 蒲原末节后头苦追 而萧顺一块攻上篮 准备将比分缩小至2分时 竟被台银老将陈胜祥盖火锅 且陈胜祥又完成一季三分打 而最后45 03秒靠着锅少 且底线三分破旺 确立10分领先 最终也取得胜利 贾西亚26次出手 命中12球 脚出26分 12篮板与3助攻 本土表现最佳 为于淳安的10分进账 朱控李维哲10分 4篮板和4助攻 陈顺祥更发挥老将价值 下半场就进账 11分 郭少杰也有11分进账 范世恩5分 10篮板 蒲原中锋Q 带维斯贡献12分 陈金恩投进三颗3分球 贡献19分 李继伟10分 可惜关键时刻无法一鼓作气超前对手 吞下本季首败 陈顺祥记者林郑坤社 带维斯记者林郑坤社 鲜之后 展显 选顺祥 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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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显